所以我们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它的一个激活函数 还是我们的老样子 是reloot这个函数 然后经过这层 全连接层之后 我们再去dropout的层 就是我们刚才这张图里面 我们经过了一个 1乘1乘1024这样的全连接层 就是有1024个神经元了 我们再去给它dropout是0.5 就是让它丢弃50% 丢弃50%呢 我们可以给它 这个变量起名就叫dropout 等于tf.layers.dropout 然后它的input是等于 刚才这个全连接层的一个输出 是dense 它的rate 丢弃的率呢 它是0.5 training 你也可以不设这个training 我们这边设一下也行 就是training它是true 或者干脆 不设这个training 什么意思 就让它默认着 这个dropout之后 我们再去让它经过 10个神经元的一个全连接层 等于说我们去让它 真实的给我们有一个输出了 输出它的一个 就是大小是1乘1乘10 它就是有10个神经元 然后每一个神经元负责 输出一个是0还是1 它10个这样就是正好一个 10位二进制的光号的读热码 就是能够预测 每一个进来的那个图片 到底是哪个数字 然后我们去再构建 10个 10个神经元的全连接层 就这里是 不用激活函数 来做 非线性化了 我们这边给它起名叫logits 然后呢 我们使用tflayers 点也是一个dance 因为它是一个全连接层 是一个dance 跟之前那个1024个神经元的 全连接层用到的函数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我们的inputs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经过 的 我们要打小心 我们这边看 我们就不太接近 我们就不太接近 INFORM 来 你们有什么 我们不太接近 就是在 home 对 分 遍 我们 刚才 呀 我 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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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loss.softmaxcrossentropy 然后它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softmaxcrossentropy crossentropy就是交叉伤的意思 softmax就是它的一个几个函数就是softmax这种方法去算的一个方法 会算出一个百分比 然后它说产生一个交叉伤的一个损失 就是用这样一个方法 它的参数第一个是one-hot labels 用one-hot这个编码的一个标签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标签值了 然后logis呢是那个我们的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输出 我们自己神经网络的给出的一个预测了 然后呢 crossentropy我们给它one-hot one-hot labels 等于output y 每个数字对应的一个标签 就实际的一个标签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个logis呢 我们是给它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logis 这个 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卷积神经网络之后 我们对这个数字做的一个预估 就预估它到底是0到9是哪个数字 然后 我们再 用一个优化器 我们是要让它这个误差呢 是最小越小越好 所以呢我们要用一个 阿丹这个优化器 它其实有点类似那个T度下降之类的优化器 但是它又不太一样 阿丹优化器来最小化 误差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优化器的 它有一个学习概率 这些学习率 就是它的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不长的一个样 我们是给它0.001 然后我们是一个叫trandop等于tf.trand.adamoptimizer optimizer是英语优化器的意思 就是说给它一个adam这个optimizer 然后呢我给它learning rate learning rate等于0.001 我再去直接去调用它这个什么函数呢 叫minimize minimize是英语啊 使之最小化的意思 所以我要去使谁最小化呢 使这个误差 使这个loss最小化 就是说让预测值和真实值 这些误差呢越小 当然是越好对吗 这样呢我们的卷积神经网络呢 基本上已经写完了 但是我们最终还要再写一点其他东西 计算一个神经网络 它的一个精度是多少 计算预测值和标签和实际标签 就预测值和实际标签的匹配程度 多能够去匹配这个实际的标签 就是说它精度是多少 然后呢它是会返回 把这个函数先写出来 我们要用到的函数是叫tf.matrix.accuracy accuracy是英语精度的意思呢 所以它就是用来计算一个精度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再看一下 是accuracy 就是matrix accuracy 然后它这个函数呢 它是为接收一些参数 how often predictions match 就是label 就是说它会去计算 我们的预测值 跟真实的一个标签之间的匹配度 然后它的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它是一个输出了 真实的那个标签 就是label 然后呢 prediction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预判的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去写一下 比如说我给大家参数 第一个 label label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tf.argmax output y 然后axis等于1 就output y呢 就是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 声明的这个输出的十个数字 的一个标签了 这边也要改一下 不是预测 它输出是应该十个数字的标签 然后呢 它这个tf.argmax 这个函数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argmax 就是argmax呢 它会返回那个最大的值 就是对一个张量来说 它在它的所有的那个维度的 它的一个轴上面的那个返回 它最大的值的那个index 就是它的一个下标 然后我们的prediction 就是我们的预估 预估呢 是等于tf.argmax 就是我们的之前的那个输出了 我们那个logits 就是我们经过神经网络之后的那个输出 logits 然后它的axis 等于1 然后我要取它的1 因为它这个appearacy这个函数啊 它是会返回两个值的 你看它returned 它是会返回两个 第一个是返回 一个是精度 第二个是update op 就是一个不断去更新的操作了 operation就是这个计算的操作 然后我们是要取这个 这边比如说给了1呢 它是第二个参数 因为我们要去得到它的精度 它的精度是不断的去更新的 所以我们要去得到它这个update 这个op 它计算出来的一个精度 所以我们这边 再去给它注释一下 它返回是返回 accuracy 还有update op 这两个呢 它都是局部变量 这边比较特殊 会创建两个局部变量 提供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